Y和3的车标是在这儿 然后S和X的车标是在这儿 它是在3的基础上加高 然后电池稍微换大了 然后我看到你后面写的是Dual Motor 刚开始的时候 它有比这个版本在第一档叫Standard 是50度的电池 现在那个选项已经没有了 现在这个就是最基本款 75度电池 然后普通的加速能力 然后现在它加一档 最上面的一档是一样的电池 但是加速能力也好一点 Long Range的话 现在可以达到多少Range 就75度电池 一度电大概能跑4个Mine 是大概300多Mine 标升是323好像 轮耗是比Model S和Model X也好 他们Model X是100度电池 但它最大里程也只有350 就是电池比它高了将近三分之一 但是里程没有多多少 轮耗方面是最好的 因为Model S可能是重很多 最大脱力是3500磅 然后它有摊位的是350 Model X就跟一般的中型 SUV 差不多是5500 拖车方面其实就只能拖一些 比较小一点的RB 所以我也只能买那么小的 那看来你买这个不适合拖房车 我买的时候我只看到了3500 没有看到350 我以为3500很多车都能拖 但后来发现摊位的 其实也挺重要的 它其实3500 说说很多车都能拖 但那都是平地 如果你遇上一点上坡的话 你会发现3500 电车的好处 电车在上坡的时候 马力基本上不会感觉特别大的变化 OK 它的Torque 顺时输出还比较好 所以我上一次去一个营地的时候 路上有一段爬坡 我感觉我的速度没怎么变化 马力也没什么变好 但旁边有些大卡车 反而都感觉挺实力 主要就是Range 拖了拖车以后Range 就直接减60% 就60%有这么多吗 反正我上次拖到路上的 我们可以进车来看 它一车里有一个显示 这儿 看一下牛银的 看屏幕上 最左边有一个 但现在Range是 最上面 Range在右上角 右上角 171 然后反正能耗一下 就增加了 从200多变到600多 平均是 所以你用75除以600 差不多就是120 这个车是年初买的 它是全部通过摄像头 你看这里有一个摄像头 车前面有一个 车上好像全身有几个摄像头来着 现在的时候就全靠摄像头来 来判别附近的那个车辆了 它这里原来是个摄像头 对 这个非常方便 就是可以看到后面 然后这个拖车的好处 可能就是 可以看的比较远 如果你不担心自己的后视镜 拖车的时候反而就是说你可以 四周都可以看到 用这个摄像头 对对对 非常非常好用 哦 那个摄像头 它能看得很远 它这个就是左侧和右侧 就是超广角 对对对 就是反正拖拖的时候 我们能看得大概后面 10米20米的用机 当时买的时候 没有没有想到 就是它那个 拖车的那个 设计位置比较低 就是后来我就 加了这个 这个 加斯波的 就是这种设计 ELEVATED了 大概10个 10个 10个 那10个 你这个差别很大 对 真的这样 我刚拖来的时候 不知道 我刚开始用一个 普通的设计 我感觉那个压得好低 后来 必须换了一个 稍微安全一点 所以说你的 就是这个房车的 它的 它就有这么高 对 我的房车是最高 好像是25.5 加了这个 这个是23.5 就差两个 我看网上说 他们最好是 差一个以内 对 但没办法 这也是我能买到最高的 那你有没有 就是查一下 这H的话 它如果Rise的话 它会减少 它的 的汤位的重量 你有没有看到 我听说过 我那天也特地用 秤凉一下 目前感觉还可以 我的这个 还没有超过350 我那个车 已经是我能买到的 最小的 不应该 再小 真是只能买那种 那种 叫那种 teardrop那种 所以 所以当时就说 你不知道 就是它还有个 汤位的这种东西 我只知道 它能做3500 然后就觉得很开心 3500基本上都能拖 后来发现 还要考虑那个汤位的 那为什么 就差不多有余量一点的 比如说直接Model X这种 首先这个Model X 比它将近贵一倍 我当时是我之前 开的一辆是 是吉普 是一辆 两门的吉普 然后那个吉普 我原来以为能拖很多 后来我有一次 想拖一个RV出去 想租一辆RV出去玩 结果一查 才只能拖2000 什么都拖不了 对 两门那是特别 后来刚好 刚好今年年初 我女儿出生 我想想家里确实得换车 所以后来就查 当时也想换一辆电车 然后电车能选择的 能拖的也就这么几款 要么就是Model X 要么就是这个 Model X将近当时要9万 这个当时基本款只要5万 想想好像4万的提升 好像并没有那么大 我年初买的时候 这个是基本款5万 现在涨到5万7 Model X年初时候是9万 现在涨到10万5了 就是因为通货膨胀 对对对 涨得非常快 那你说的涨是 现在是Dealer Markup 还是就是 特色没有 特色就是官网的 只有一个价格 MSRP OK 他没有Dealer 没有任何的选证 好 我那个房车我也没怎么讲 我网上网上买的是 他跟那人交价是1万6 然后我就说 新的大概多少钱 然后按照网上比 有一个说的 买一年就打八折 我就直接乘了个0.8 那人说OK 就这样 所以说你这个房车 是网上买的 就直接没有去Dealer 在那个RV Trader上 找了一个私人卖家 我先去Dealer 然后看 Dealer看的最便宜的型号 网上说有 结果跑去 他说没有 后来后来 这个Dealer都长得很黑的 对 然后后来回去路上 看了一家 那个private seller 刚好就当时有 有一个private seller 在卖一个很小的时候 这个还挺合适 当时能我买到的 就是价格也比较合适 然后重量也比较合适的 就这么一个 我本来是想买大一点 因为那个车 确实稍微有点小 我们家刚好是4个人 稍微有点小 我本来是想买有一个 那个bank bed 后来后来发现 那个车好像 只要带bank bed 基本上都得 那个汤位的基本都得400多 所以一下就超了 我现在那个车的汤位 的是250 就是什么都不装的时候 是250 所以还比较比较flexible 对 我们等一下 就是可以看一下 你这个房车 我要拖更重的话 我看网上有人 有别的YouTuber 他们做过类似的 他们拖一个更大的 带bank bed的那种 将近4000磅的 他必须要加 那个VDGVC 我看他弄的太麻烦了 我觉得 尤其是我这个车要充电 对吧 充电的话 万一他充电的地方 不能从侧面充电的话 我就得把那个卸下来 每次卸 卸啊 装了 他太折腾了 对 后来想想 还是这样的话 我及时去充电的话 我大概可能一刻钟 能不能把它卸下来 对 所以你现在真的 就是拖着房车 确实去充过电吗 没有去随会 插着充过电 就是在营地里充电 营地里算是慢充 对 营地里可以用他那个充电器 充一小时充 如果他有那个50安的那个拆头的话 一小时能充二十七八米吧 二十七八个英里 大概一晚上能充满 如果他只有那个30安倍的 那个那个 普通的那个 三个接口的那个 那个口的话 那个一小时能充九个英里 大概大概两天能充满 差不多 你微信名字叫Flystone 是马上要飞了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当年出国留学的时候 申请的ID 就一直用 那时候想fly就是出国了 我今天过来 Tempo这边找Flystone 就是因为他好像是我 就是遇到了为数不多的 咱们华人 就是用这个Tesla 去拖房车的 之前群里有一个 我看你有一个 他有 他是用Model X Model X 对 对 对 他那个房车也很 也很小的 对 但是Model Y 是我第一次见的 OK 车刚推出来 就推出了这个Option的 就是这个1000块钱 是厂家原厂 就是我在Auto的时候 就可以选1000块钱 加这个Flystone OK 现象就挺好 而且他车里面 给你设施了一个 Trailer Mode 嗯 他就在软件里 已经集成了 那不错 就是貌似他们已经考虑到 就是这种电车 也会拿来拖 他这个车本身 有那个自动跟车功能 就是把那个速度调整到 跟你的全面前车 往的差距 你拖一个车 跟不拖车的话 它那个加速减速 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他那个Trailer Mode 我猜可能是 可能是考虑到这方面 那拖一个车 差别很大的 你这个加速 直接就不行了 什么时你就觉得 就是说你一定要弄个 就电车去拖房车 你弄个大一点的SUV 也可以 就这样想的是 首先我去年 买过特斯拉的股票 我一直想知道 为什么能促使 它股票那么猛涨 我想了解一下 因为之前在网上 看那些什么 AutoPilot的视频 就觉得很运力物理 当你实际操作之后 发现确实 确实很好 跟看视频 还是感觉很不一样 它那个自动跟车功能 我不知道别的车 有没有 确实太好有 尤其是在Traffic的时候 现在可能Traffic 你感觉不到 以后比方上班了 大家都会恢复normal的话 它在高速上 自动跟车功能 还有保持Lane的功能 觉得确实是 它也能极大地提升 你的舒适感 你不用担心出车祸的 基本上在高速上 把它功能开着的话 然后后来脱车 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一个plus 是一个bonus 如果比方说这个车 以后我买了一辆更大的 可能就可能 可能把我老婆的车 换成一辆稍微大一点 那些未来脱 目前相当于是 买一辆小的先试一试 F150它也有电池 我看了 应该是最低120度的电池 但它也只能做到 300 对 你想想它的单位能耗 它那个电池确实 电池管理技术上 没有特斯拉 现在什么都没有等 我脚没有踩 刚才它甚至可以 感知旁边的垃圾桶 对 它应该是radar 就是我手放下 它也是会转的 所以现在就是 等于说全自动跟车了 好像有点窄 你看它开始转了 刚才那个公交车 好像就贴到我们这边了 然后它还直接就穿过去了 对 然后是完全全自动 但是好像是手离开 差过30秒它会警报吧 完全我估计是全世界 就是特斯拉最集中的地方 主要可能是充电方面的 像公司充电的 好多充电装 我不是做软件工程 叫产品分析师 就不用写那么多代码 一些图表之类的 做一些dashboard 做一些那种数据的那种产品 给领导看 领导要用data讲 讲story 讲故事 你拿着这个Model Y 现在有拖过几次房车 拖出去 拖过两次 一次开到附近的 大概七八十米的地方 另外一次就是上次去 哈佛门贝大概是40米 反正两次就是 那次七八十米的那次 拖到零地的时候 还剩大概七八十米的 那个里程 反正充了两天 那边是只有30元的 那个电流 这边哈佛门贝 他有那个50安的那个口网 所以一晚上就充满了 在路上有没有人 感觉挺新奇的 对 在营地的好多人问 营地的好多人说 不知道这个电池还能这么拖 给他们讲说 这个里程到底多少 他们都很好奇 那个里程怎么样 所以说按照你的说法 就是降了一半一笑了 对 反正现在我的车 我买了大概有将近一大半年了 有大概3% 4%的损耗 就是电池 现在充满只能跑310多 然后如果拖车的话 大概能跑120 你就看现在这个数 这个是我们刚刚这个Trip 跑了2.5麦 它平均能耗是240 你要算的话 就把那个75度电 除以这个 就是它的能跑多少麦 按照这个能耗的话 如果拖车的话 这个数字大概会变成600多 用75除以那个 大概是120多 如果是上坡的话 可能要达到八九百 它这个就是 每一小时 每一麦要用多么多电 这个限制就非常大 我现在目前就限制在放下100麦以内 先把附近的玩玩 就是这个感觉 如果实在比方说一下出源点 我比较想去 可能第一个点的 是想去Big Sur 离这边大概150麦左右了 Big Sur的话 我可能就在Montory那边 我看他们有一个Super Chai Station 有那种大概三四个的充电桩 是在侧面 那样的话 我就不用把拖车卸起来 就去那个地方 所以说 所以说 也就是说 你想要拖车出去的话 基本上 你首先要就是完全Planning好 对 规划好 到底在充电带 如果你不想卸拖车的话 对 然后你这个规划好之后 你就找到 Super Chai Station之后 你还要看实景地图 还要看它是不是能进去 而且希望最好 那几个比较是侧面 可以侧面的 侧面充电 停车 我也没有给别人用了 对 这个有点像我以前 就是拖我很大的房车 因为我是汽油的 Pickup 所以我汽油Pickup 然后要去汽油的加油站 汽油加油站都是很拥挤的 所以我每次都要Planning好 然后要实景地图看好 这个地方能不能进去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 跟我有点像 目前因为我看附近 还有好多小地方 没玩过的 下面这周要去 Duroy那边 什么Mountain 叫什么 那个地方 Duroy 那个地方大概离这 大概30mine左右 我们先试试那个 反正新法附近的玩玩 我是这么想的 那么近的话 你有必要拖房车过去吗 真是我 我儿子特别喜欢 来回不行 我儿子特别喜欢 在这房车里的感觉 OK 我比方说 周末就带他去 或者像我老婆的上次 上次市里吧 觉得有点急 他可能不是很想去了 可能我周末就先带儿子 先去感受一下 或者是在等的不行 等我老婆又换了车的话 再拖去远一点地方 然后就这个 对 非常小 刚好就停电我家门口 没有超过中线 没有站到邻居的 这看起来好小 这个应该是 14尺 然后加上 洛基巴刀前面的东西 反正是17尺 14尺 感觉跟我的车 促擦也差不多了 但是我买回来 也没有加任何东西 我只是买了一把 所有 还比小 人胎好像是越野人胎 对 他好像是买了一个叫什么 Baha 就这个Baha一级身 就比普通的一级身 轮胎大一点 然后那个 OK 越野 多了后面的那个架子 架子没有放下来 就是普通版的是 没有后面的架子 嗯嗯 然后还有多了什么 水箱比普通版的大一点 水箱原来普通版的是10架的 这个Baha的是20架的 就是什么 所以他这个牌子呢 叫那个JCO 但是他的系列 系列叫JFlight 对对对 然后呢 他的JFlight 只不过这个Edition 就是Baha Edition 就是专门越野用的 是吗 Baha就叫越野 OK 对 好像这个轮胎 他确实比别的人家看的 感觉大一点 你知道现在就是这种什么 福特F150就是Raptor 然后他专门有个Baha Mode Baha Mode就是走土路嘛 就走那个沙地啊 就是 然后他这个 我看这个轮胎就知道 他很明显这个 clearance比较高嘛 就可以让你过过这种 这个高低步频的 就是比较快一点 Baha是越野的 OK OK 明白了 Baha是California 下面的一个地方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算是上California 然后下California就是墨西哥那边 然后Baha是California 就是一块区域 就是全部都是沙漠的 就很多人去越野 里面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可以拆卸的座椅 就直接把床铺上 我就懒得再换了 我想问一下 我这样站上来 他不会往后倒吧 不会 前面的重量很大 我试过很多回的 OK 因为我看就是有些欧洲的车 他站后面 他直接翘起来 不会不会 因为这个轮子比较靠近后面 然后前面的热化器官和电池特别重 那你这边有支撑吗 后面没支撑 可以放下来 但是平常我之前跟我儿子 跟我老婆上来都没事 OK 反正前面差不多有250 350磅 对 对 我仍是150磅左右 所以说还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不大 对 所以这个就是 那小时约了一个约了 上次其实四个人一起出去 我底下放了一个折叠的腰栏 腰栏拿出来 我就说我女儿睡 然后我跟我老婆睡上面 然后我儿子睡这儿 女儿睡中间就这样 但听起来还可以吗 听起来好像刚好你们 因为你们女儿是算是很小 所以她不占地方 对 把这个需要开车的话 就不要指望在车里待了 我觉得 主要是用来晚上睡觉 这个厕所还挺大的 是吗 厕所至少就是干湿分离 对 就看55我们开 如果它这个能耗 在55的时候大概是600 600多 但是如果提到 比方说车要65 它那个可能也在到700 所以我觉得为了起成天的话 一般就开55 我觉得最右边慢慢开 我也不care 我去的地方都比较近 所以也不差那几分钟 所以说你说就是 如果要开到60以上 60英里每小时以上的话 它一下子会到 这个能耗就升高很多 能耗会升很多 可能因为风阻太大了 还是什么的 我确实见到很多人在尝试 用这个电车来拖房车 甚至甚至我看到一个人 他把普瑞斯 就是Toyota Puris Puris可以拖 它至少它是有发动机的 它不是油电混合 然后它在上面铺满了太阳能 然后它就是停在房车营地 然后好像也是拖 很小的一台房车 对 反正就是各种尝试 反正我当时吉普拖过那种 油耗的搬家的时候拖过 就能明显的感觉油门要塞很大 比方说一个上坡要塞很大 踩到底才能才能走 这个车就反正至少之前 在两个之前去那个坡 有一个很大的坡 没有感觉到很飞 是吗 我之前租的时候 是租了一辆teardrop试过 租teardrop的那个teardrop 大概是1500宝 那能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可能大概是我看过能耗 当时500宝 稍微好一点 可能出马列大概能跑150 就等于说你在买房车之前 就是租了个teardrop 就是试一下 对 很久以前来这里留学 南美国很久了 06年了 最开始在梅兽里 然后在后到texas 最后14年到西亚特 然后18年到这里 那你搬 offroad很明显不适合你这个 你这个电车 你这个电车去offroad 直接完了 这样 明白明白 对 你拖个50英里 哦 没充电站了 这个已经回不去了 那个时候 对对对 是不是 很有意思 他们说拿放电机 发电机给特斯大充 看一下充满 挺有意思 说说好像一加轮 大概能冲个5% 百分之几的样子 现在那个电流 电流不够大嘛 这是model y吗 model 3 应该是s 3 model 3 你看它矮 然后下面都是白色的 你看到没有 哇 长得实在是太小了 全部都白的 对 全部都这个样子 呃 这是3 这是3 一看就是3 矮一点吗 又一看 哦 这是y 这是y 你看它很高 你看后面它有黑色的 model x 这个是x 对 holy moly 你看这个就是s 你看它的车标 车标就是在前面 不是在那个引擎盆上 对 也就是说短短的这5分钟时间 我们已经看来5辆了 确确的 那果然股票要涨